哈啰 你這樣對嗎 我們要運動了 結果你在 臨時是人間正味的東西 這樣不太行喔 各位朋友 我要教你們獨門絕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ustle Coach 運動生活的小桌老師 我是助教原志 瘦身大家都想要 也都是我們的夢想清單 但是人生要吃要動要享受 所以我要教大家 如何快速又有效的運動 你搞好不好 好 OK Let's go 好 我們現在要教第一個動作 主要是下肢的訓練 為什麼要做下肢呢 染指最快要靠我們的腿 那我們現在用弓箭步的方式 讓你快速的達到有效的一個 染指跟肌肉的增長 後腳膝蓋離開地板 離開地板 好 停在這裡 在這個動作呢 我們就開始往上 下 上 下 是 然後你看喔 你現在膝蓋有超過太多 後腳膝蓋忘記彎曲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膝蓋 它的位置會在我們的腳背正上方 因為我們人是往前走 所以力量是往前穿倒 第二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膝蓋 髖關節 肩膀 耳朵會呈現一條直線 所以你膝蓋離開 離開 好 撐住 冷住 這個位置它要拉長成一條直線到頭頂 但是你頭頂要往前推一點點 對 身體是往前傾的嘛 非常好 那我們這樣連續做 一組我們都要做12下 左右腳各做12下 我們總共要做3組喔 OK Let's go 在做的途中 我們不要憋氣 保持呼吸的順暢就可以了 哇 你做得非常好耶 Nice job 第二個動作 它是伏地挺身加一個游泳的動作 它會讓你練習你的胸 你的核心有一個穩定 還有你的背 讓你的上半身更挺 OK 首先來 先趴著 我們做伏地挺身的動作 兩手打開 跟肩膀一樣寬 五隻手指頭要完全打開 腳尖踮 踩穩 把你的大腿要出力 身體push 往上推 push 好 往下 直接碰到地板 這樣子算一下 但是如果你覺得強度太高了 你可以選擇屈膝 把腳尖勾起來 這個重點 記得腳尖要勾喔 好 準備往上推 push 對 第二個 我們剛剛說的游泳 所以你要把你的手延伸往上推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注意兩個肩胛骨 不會上提 腰往下壓緊 所以保住你的背是要穩定的 這樣算一組 我們要做12下 來 go 1 很好 往前 然後收回來 保持你背部的緊張 2 然後你會覺得肚子會有一點點用力 並且要保持你的呼吸 3 OK 我覺得做3下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接下來 我們站起來 讓大家可以知道什麼是聳肩 什麼是正確的一個運動 首先 雙手打開 好 往後推 push 你會感覺到肩胛骨往後夾 這時候 你的肩胛這邊要往下壓 然後再往前推 push 維持喔 保持你的肩胛骨穩定 再一次收 所以你會感覺到你的肩胛骨往內夾 這次做得很好 就是這樣 你會了嗎 老師 我有一個問題 好 就是呢 我做肥肥挺身呢 看起來樣子都醋醋的 不知道到底為什麼欸 有醋醋的動作嗎 我怎麼會不知道 那我示範給你看 好啊 Oh my God 這誰教你啦 網路學大 好 第三招 老師 剛剛前面兩招呢 我覺得都太輕鬆了 對我這種太聰明的人呢 非常的簡單 OK 哪一點的動作挑戰一下 既然你都這樣說 沒問題 OK 第三招我們改一下 叫做鯨魚尾巴 OK Follow me 首先 把你的上半身穩定 兩隻腳跟 碰在地板上 你的肚臍以上不出力 就只要輕輕鬆鬆的把屁股 用力 膝蓋離開地板就好囉 是不是很簡單 蠻簡單的啊 Do it 好 兩隻腳打開 然後呢 My God 這誰教啦 兩腳打開 腳背往下壓 膝蓋可以窄一點點 要記得這個動作在練的是你的屁股 還有你的大腿後側 好 屁股慢慢看 離開 膝蓋離開 你要感覺你的屁股要很緊張 不要太多 上半身保持放鬆 好 往上推 如果可以 我們會做10到12下 但是隨時如果覺得腳要抽筋 屁股要抽筋 就隨時休息了 老師 怎麼了 我覺得我的腰有點痛 好 我告訴你 你的上半身用太多了 放輕鬆一點 爬下去 爬下去 好 全部的力量只要放在你的屁股跟腿 所以你的膝蓋不要想像拱太多 像這樣子嗎 對 但是你的腳跟要往下踩啊 往下踩 對 這個的重點就是你腳跟一定要靠近 當你靠近的時候 屁股會自然會開始出力往上帶 幅度不要太多 是不是看起來簡單 做起來不容易呢 感覺有輕鬆一點 感受放在哪裡呢 屁股 你對了 就是在屁股跟大腿後側上面 記得這個動作做12到15下 然後我們做3組 你會了嗎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之前做運動呢 都讓我身心俱疲 而且得不到任何效果 因為我都動作做錯了 是 只要你做正確的動作 你就不用那麼耗費體力 所以要跟對老師很重要喔 我是Master Coach 小桌老師 記得要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喔 同時別忘了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啊 還有我的IG跟Facebook 別忘了都要按讚 分享喔 欸你喔